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得车祸死亡事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不少 不过机车的死亡事故却比去年还要增加 希望透过速度管理降低机车的事故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提醒下半年才是严峻挑战的开始 呼吁各单位严正以待保护市民的安全 当汇报前 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颁奖表扬营运服务 获得优等的七家客运业者 根据统计 今年台北市到目前发生A1交通事故案件 共39件 比去年同期下降不少 其中新人死亡事件比去年下降10件最多 显见台北市政府推动交通安全连相关措施发挥成效 不过机车A1事故却比去年多了事件 尤其万华区提外及桥下道路 7月5号一天接连发生两起机车死亡车祸 引发关注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方面表示 将从加强速度管理着手 因此拟针对项弄与题外道路增加移动式测速取缔 事实上我们在年初就有发现 今年度的机车事故较以往有增加的趋势 我们在今年2月就通报各分局 除了我们力行性的交通违规取缔各项目之外 我们分析交通事故事造势的原因 针对包括超速造势逃逸 这个变换车道不当等七大项 机车违规 我们就先通报各分局去做 加强这个部分来取缔 另外刚刚也特别提到第三季事故防治的计划 事实上行人的部分 我们针对侧不让人跟行人违规 违规这个行驶人行道 人行道围停 这个都是我们一直取缔的重点 包括这个移动式的道路障碍 之外我们特别往年7月开始 都是一个年轻族群 或者是机车族群的这个高峰期 那我们今年度也开始针对项弄 这个做移动式的这个测速取缔 包括这个万华分局 今年在7月5号 在体外的一天发生两件的这个机车事故 在华中跟这个中心桥下 那我们也这个由周副局长率队 针对每件A1事故 我们都去做这个会刊 那针对万华分局 包括这个环块跟体外的这个快速道路 在机车 我们发现机车的事故 确实在速度管理真的都多多少少都有关 所以我们也请万华分局针对 包括各分局体外的和体外的 包括项弄做这个移动式测速照相 根据分析机车事故主要耗发在18岁到24岁间 交通局长谢明洪也提醒因应9月开学季 应该在8月就开始宣导 道安委员会委员陈婉慧也提出建议 我也非常支持大队长对于这种所谓速度管理这一块 能够在我们不管是哪个行政区能够再加强 因为速度快的话对机车这种落包铁的 它是没有办法有保护的 所以它的死亡的几率是会比较高 呼吁我们的教育局 还有我们说对于这个人轻学生 他们在开学又取得驾照的气承行为 我们可能在8月份就开始要做宣导 以免说在9月份就喷生起来 年轻人主要的那些事故的问题 比如说超速的事情 那你给他看那些影片 你就是超速你就是来不及 就是会治疗就是会怎么样 所以你的速度控制就要变得很重要 所以就不是说一个很简单的 跟他讲说你就不要超速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影片真的是最快 台北市长蒋安更提醒 下半年开始才是严峻挑战 要求各单位严正以待 多层面多管道宣导及加强防范 以避免机车族群A1事故的发生 上半年我们相关的事故相较去年少 但是下半年开始才是严峻挑战的考验 所以这部分还是要请大家 严正以待 所以相关的宣导 我刚刚包括陈老师建议 也就是我们对于机车族 下半年事故会增加 18到22岁吧 24 这个也都是我们要特别关注跟留意的族群 以及下半年开学以后 以及到年底有各项的活动 那对于年轻学子 包含台北市有这么多的大专院校 已经刚谈到对文化或北市大 我们怎么样加强的宣导 来避免机车族群A1事故的发生 我想要多层面多管道 来进行相关的宣导 以及加强防范 另外针对下半年 习人尤其是长辈 可能因为天色变化的因素 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几率提高 蒋湾也要求各单位全面动起来 在公园学校等热门运动场地 能透过加强路灯照明 及三色号支灯早开等建置 来有效防止事故的发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湾美食站即将在台北市贸登场了 600个摊位大菜小吃应有尽有 各县市地方政府也推出主题馆 带来多项代表性的优良农产 与在地民店的好滋味 丰富的特色美食 优良农产 大菜小吃 好酒好茶都将在台湾美食站展出 规模达600个摊位 让民众敬请游览 台湾美食展8月2号到5号 在世贸义馆登场 各大饭店餐饮集团公布超值优惠 用美食吸引国内外观光客 台湾美食展展现 台湾最棒的魅力就是美食 今年1号4月 来台湾的国际观光客 266万人 里面不管是日本 南国 三马 澳门 美国 马来西亚 泰国 全世界的观光客 所有的频道都说 让我们来台湾的重点就是吃 就是美食 一起为台湾的美食先挖上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全世界的观光客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 台湾不止台积电 台湾不止金电 台湾不止有一定自由的空气 台湾有最棒最棒的美食 每由台湾共同协会的同仁 去世界各国推荐的时候 我们摆开出来现场只要画发泰震撼上桌 就是欢笑 就是热情 就是钞票 气味带动记忆 全世界都因为美食而爱上了台湾 美食已经是台湾的美丽了 而且我们文明全球的不止是珍珠奶茶 现场我们知道 拿到世界冠军的有台湾威士忌 有欧马 也有格马兰 有所供炸油 也有甘鱼有价 我们去年的米其林新星 台湾有50家餐厅 但是在台湾开会示威士忌 至少有7家米其林 还有更多的地灯来到现场 台湾已经是很希望多了 我希望做了朋友 来到现场一次吃便做得好料 而且还配分到更多 听到更多网红竹竹的恩怨哲学 今年我们看到的是 所有我们的食材 是从产地到厨房里头 每一位职人的精神 都发挥得严厉精致 我们看到的在文明市场现场 一定可以看到 就我刚刚就会讲讲的 每一个材料 包括调味料粉 也都会让大家的经验 不只是年酒 还有来自阿里山上的 叫做借墓 或什么借墓的山魁 那当然我们放后的酒水 除了酒汁 没有咖啡 有美食 都是我们台湾在地的 台湾要行销全世界 当然要用台湾的美食 来说一句全世界的旅人 当然要用台湾的各种食材 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不管银肉蔬菜的调味料 我刚刚讲过 用这个来让所有的 来自世界更多的女人 很了解 你吃到嘴巴里头 这个美食 是来自所有的 你刚刚讲的 食人的美食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厨师的 这次的美食在里面 这么多的大厨 这么多精彩的米其林的 都在这个现场 所以我作为一个 台湾美食在 筹备我们的准备的 我们这其实是想象 我们有用筷子 用筷子可以讲 夹出各种好吃的东西 从我们七世的 中世的 台世的 各种世界各国 每个地方的地方 要有多可以用 所以在这里 作为台湾观光协会 这样的一个平台 它就是要 十数月后 经历我们 第一个 实 让世界人们知道 去年有游轮的客人 来到我们的美食站 让他们经验 让他们手上都买了很多东西 回去 这是我们新鲜饭美食站 很重要的一个 对我们的 就是希望让他们来 希望所有的观光客 在这一段时间来的说明 可以四天内 任何时刻 可以看进台湾各地的 丰富的美食的美食 我们不管一次的调查都显示 国际观光客来台湾 No.1就是要吃美食 但是我们也在行销上发现 在推广美食有一些限制 所以说他来过以后知道很好吃 他还没有来以前 我们要跟他宣传的时候 要怎么宣传 所以一开始 我们从办这个美食站开始 接着有厨艺竞争 Iron Chef 我们那个竞争非常激烈 又一年一年这样的办理 把这个 台湾美食的品牌建立起来 但是到后来 我们发现在国际竞争的时候 我们还缺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台湾是美食天堂 下一个问题 请问 台湾有几家密西林餐厅 这时候我们突然有点卡住 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就正式离近了 跟密西林合作 然后开始推广 米其林的美食 那所以 我们一年一年的推广 现在真的是 从街口美食 到米其林的三星的 这个餐厅 都是一流一进 那先认识我新加坡的好朋友来 我来跟他特别介绍 全世界的 唯一一家三星的新加坡料理 是在台湾 不是在新加坡 然后他们非常的吃味 那今年可能不一样 今天我们来的 中部观光署 也有设计台湾的味道 这个罐 为什么叫台湾 因为就是用美食之外 要配哪里的 这个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们把整个展馆 分为七个区 那每一区都有好吃 叫好玩的影片 那另外特别 针对划脸的话 我们也特别的 四肢化中的教训 希望大家在这个品尝 也设计的时候 也多多到划脸 去支持我们划脸的旅游 各地方政府单位 也卯足全力 推出主题馆 带来在地好物 得奖产品的美味 邀请民众品尝采购 不用轴车劳顿 来一趟展览 即可品尝全台好味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国民党立委 王宏威 林沛祥召开记者会 指出公示台与台新闻专题 台湾记事部中的拆凉行动 新世代的政治参与单元 播报金融市长谢国梁罢免案 以片面支持罢免案的报道 公然违反选罢法 已经向金融市选委会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检举 并弃含要求下架该节目 要求相关单位依法查处 立委王宏威 当场播放节目片段 11分钟的报道 基隆市长谢国梁 回应罢免的部分 只有短短7秒 怒批公示台与台 莫无法记 根本领纳税人的钱 去当民进党党媒 11分钟里面 出现谢国梁相关的画面 只有35秒 而他回应罢免理由 短短7秒钟 请问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 这个纪录片 这是什么样的媒体报道 他在里面的报道里面说 竟然说谢国梁方面 针对超过4万份的罢免联署书 谢国梁确实没针对罢免理由回应 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我们到基隆市的政府的相关的 陈情专区 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多 针对这些罢免理由的回应 结果这个节目 竟然只是用打了一通电话 去问基隆市政府 然后就说没有回应 你们不会用Google吗 你做一个专题报道 连Google都不会用吗 你不会上网吗 你到网路上就可以看到 基隆市政府的陈情专区 有相关的回应 然后你都是非常令狱去报道 就讲了7秒钟 说没有回应 简直莫名其妙 这种是完全是你是 难道你是这些罢免团体的 你是他们的这个担任宣传的干部吗 这个在过去 你不要说有什么公共电视 连我们一般的盈利电视台 我就是看到民事的三例都没那么离谱 民事三例都没有像公事这么离谱 公事你还是拿纳税人的钱 你是公民电视台 竟然可以公然的违反选罢法 立委林佩祥认为罢免案的核心 是基隆东岸广场被侵占案 但一审已经判决 基隆市政府申诉 罢免团体却用别的理由搪塞 继续恶意政治操作 看完那边那个影片之后 我只认为是说 这就是一个很高明的 一个所谓的以报道为名 宣传为时的政治广告 各位 认知作战不会只有在国家 全国的范围 在地方也会有所谓的认知作战 而这一次的这个影片 尤其是由公事 理论上这个公广集团 应该是为公共利益而去发生的 应该从公平正义上面 来去帮我们国家 来去做一定程度的宣传 但是在这个纪录片上面 我看到只有两个字 偏颇 而且是极度的偏颇 我们认为是认为这个 公共电视不应该被这样利用 拿的是纳税人的钱 但是却为特定的政党 特定的利益团体而服务 这样的作为其实非常不可取 整件事有关谢国梁市长的罢免案 基隆市政府也好 还是我们国民党党团也好 都一直重申 这整个罢免的最核心点 就是当初东岸广场的市场 被侵占的这个案子 而这个案子在第一审的时候 也已经判决是基隆市政府申诉 所以如果严格讲起来 这是罢免案的理由 的基本理由已经不存在 但是现在罢免团体用其他的理由来搪塞 来想尽办法 继续去做这种恶意的政治操作 政治斗争 仇恨动员 我个人认为我一直都反对所有形式的罢免 但是尤其这一次的操作 让我认为说 难道 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媒体的第四权 媒体的独立报道权 媒体的平衡报道权 已经被剥夺了吗 如果一个专题报道 可以做成跟一般的企业体 花了几百万几千万 在特定的杂志媒体上面做出的报道 特定要去做偏颇的行销行为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直接讲说 公事已经变成 变成民进党专属的电视台呢 律师柯成浩表示 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第49条第二项规定 这次的事件初步来看 确实有违法之余 第111条第二项说得很清楚 广播电视事业违反第49条第一项 第二项 注意这边第二项 或第三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20万人以上 200万人以下罚还 那就目前的状况 公事至少 以它呈现的情节 可能会面临 新台币20万元到200万人的罚还 那当然 采取情节不会直接从重开始采拔 一般都是从新开始采拔 可是公事这样的维师 作为一个 理纳税人前的电视台 却从事这种 其实不是很中立 甚至有洗脑疑虑的行为 其实是蛮值得检讨 这是除了法律之外 我们也要提醒 就作为公事人员全球罢免法 对于媒体在呈现罢免案 还有竞选案 其实有大量的条文 要求要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性 而且同时不能任意的支持或反对 对此民进党立委 许志杰建议公事台与台 可以建立更平衡的机制 或错开敏感时间点 针对公事台与台 以人物角度报导 罢良的素人 重点并非放在支持罢免 或反对罢免 不过 未来针对政治相关议题 建议公事台与台 可以建立更平衡的机制 或者错开敏感的时间点 避免卷入政治纷争 立委王宏伟表示 已向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基隆市选举委员会提出检举 并屈含要求公事台与台下架节目 要求相关单位依法裁处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中央宽频首创全国 推出超高速25G胖的 企业商用宽频服务 结盟国际设备大厂Nokia 及台湾网通领导品牌 D-Link有训科技 让宽频的体验大幅升级 支持客户迈向超高速的 标往新时代 中央宽频因应数位时代 全新超高速25Gpong宽频服务 正式推出 瞄准商业应用场域 支援企业端的即时数据分析 及高流量的云端连结 及档案传输等应用 让企业可以享受 最快速的标往宽频服务 我们是台湾第一家推出 5Gpong的超高速宽频的使用场域 特别是有感的是说 因为它是超高速 所以说你在使用上面非常顺 绝对不会有lag 那特别是台湾开始从4K 慢慢要走向8K的时候 当消费者做8K的这个streaming的时候 他可以感受到这个服务呢 是完全很顺畅 完全不会有卡卡的情况 中家宽频结盟国际设备大厂Nokia 继台湾网通领导品牌D-Link 有询科技 多元化的企业服务组合 满足各客户的使用需求 我相信透过这一次呢 我们跟中家的合作呢 应该可以把这个台湾的 宽频市场带户到另外一个阶段去 那相信这样子能够促使 这个台湾这个企业呢 我们在未来这个网络上面呢 我们能够更好的发展 无论在AI或是相关的这个使用者体验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样子的时代来临 D-Link也配合了这个中家宽频 这次的一个新产品经营服务的上市 那我们也配套了相关高速的 这个网络跟网络产品 加上这个网管的这个服务 来配套 希望给客户最好的一个全新的 一个高速网络的全新体验 我想对客户来看 最重要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可用性 好稳定性 那第二个就是 因应的这个高速的这个GPOL的服务 然后网络架口的这个 可以提供高速的这个 这个网络的一个基础的一关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网络的这个安全性 好自然的一个服务 对客户来讲现在是非常重要 近日中央宽频获得全球网络测试分析机构 认证为下载速度及稳定性双罐网 成为客户认证的宽频品牌 此次的最新25GPOL超高速宽频方案 相信能为市场及客户打造最佳最快的网统体验 等待近八年 位在内湖的台北市动物之家 新建工程终于动工了 由台北市长蒋万安 亲自主持开工祈福典礼 希望以动物福利为优先 打造亚洲人道德标杆的生命教育场域 动土倒数 3 2 1 请动土 第一城开工顺利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喜青 与多位市议员共同职产下 等待将近八年 台北市动物之家新建工程终于动工 这项耗资12.7亿元的重大工程 预计116年下半年完工 117年开幕营运 蒋万安特别引用印度圣雄甘地的话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是看它如何对待动物 强调动物福利是全球普世价值 向打造台北市成为动物保护的领头羊 其实对于动物保护动物福利 这项议题 所有的市民朋友 甚至全世界都非常的重视 这已经是全球的普世价值 也是台北市身为永续城市 很重要具体的产现 所以我常在很多场合讲 印度的圣雄甘地讲过一句话 他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是看它如何对待动物 所以一直到今天 民众都深刻感受到 当时圣雄甘地这番话 也所以为什么 我们对于新的动物之家 我们有很多的讨论 刚刚总工的介绍 大家可以看到 未来它纳入非常多的元素 不单单只是 对于动物的收容 我们让整体收容的环境 全面的提升 以外 我们更加入了 包含回到家庭 亲子游戏 以及很重要 我自己非常重视的 生命教育的意义 要融合在里面 议长戴希钦 致辞时感谢地表示 终于等到这一刻 他也以前总统蒋经国的名言 今天不开始 明天会后会肯定蒋世福的决心 克服经费暴涨及缺功的问题 努力推动这项工程 在重视动保的前提下 议会不分党派都会支持 动保议题在这么多年来 已经是一个显学 虽然它只是一个动保处 但每次 不管是在部门咨询总咨询 都是议员们相当关注的议题 包括我自己 我刚看到简报特别提到 从民国89年 我们用临时建物的方式 来安置这些流浪动物 大家记得 民国89年是西元2000年 也就是我们中华民国 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 我在2006年进到市议会 我跟我们在地的王校 我以为是统一批经议会的 到现在已经第六届 卖入第二十二年了 二十二年来坦白讲 我对动保议题的质询 历任动保处长 大概被我质询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今天终于我们的动物之家 新的工程新的设计 能够动土 我想当然是对我们台北市 在提升动保形象上面 以及实际 不管对流浪动物的照顾 以及对动保议题的实质努力上面 有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们更希望站在议会的立场 我想我们跨港派的议员心态都是一样的 只要钱花在导口抗 该花的一定要花 但是我们要严格监督 所有相关的预算经费 不能够浪费 讲完进一步说明 未来动物之家新设施 包括冷气 通风系统 独立收容空间等 将显著改善动物收容环境 同时二三楼还将针对领养需求 和分区收容设置专区 顶楼甚至还规划有放风和运动空间 更重要的是 融入了生命教育的意义 让动物之家不只是收容所 屋顶的配置 我们配置的是一个狗运动场 狗犬姿可利用我们的犬专用坡道 上到屋顶床 然后依据不同的体型 分区来运动 以提高犬姿的运动频率 未来我们二三楼会针对 不管是领养的需求 收容的需求 分区的收容 我们还有安排每一层 以及顶楼 放风跟运动的空间 另外 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包含气味噪音的防治 我们也有特殊的空调系统来防治 那最后我也知道 未来我们这个新动物之家的建物 会取得包含绿建筑 以及智慧建筑的标章 所以 这个案子我们即刻的决定 就是避免未来 如果时间再往后延 包含缺工的问题 物价的上涨 甚至包含垃圾处理费 如果持续增加 会让整个工程要再进行 就更加的困难 占地1.2公顷的基地内 除了动物社和狗公园之外 还设有宠物选品店 咖啡厅 让让回家故事馆 美容室 物理治疗室 行为矫正中心 医疗中心 及宠物火化祈福室等复合式空间 动保处长陈寅豪强调 动物之家改建计划以提升民众认养率 和加快动物周转为核心 向打造一个结合教育 休闲治疗和文化的多功能场所 让动物之家成为动物和人类 共农共生的友善社区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2024台北国际牛肉面节 10月10号到13号在原山花博登场 竞赛活动以牛味纯香20载台北好味 RUN国际为主题展现台北市为牛肉面之都的丰富魅力 即日起到8月底 欢迎最牛的厨人报名参加PK赛 美食节目主持人陈宏担任今年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大使 邀请各路好手参赛角逐牛肉面厨艺冠军 也示范拍摄短影音上传至奖金猎人平台 带动民众网红关注牛肉面节 我在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特别来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也没有想到牛肉面不单单只是牛肉面 很多人说牛肉面就是情况 你就去永康街吃黑的牛肉面 可是很多人都知道牛肉面不单单只是要吃牛肉面 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碗自己的牛肉面的位置 牛肉面像地标一样 最重要是每一家牛肉面店他们还会有很多的厨艺创意 也就是不提不高仓给给他你这么多吃烤点 每一家店家他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牛肉面已经变成是一个bridge 它是一个刷楼龟啊 它已经把我们台湾的美食文化 从早期old school 的八大菜系 已经把它变成了是一种卫形代表台湾定向 台湾的美食文化 所以我才会说牛肉面它更重要的 不单单你能够吃得到粉身排骨 你还能够吃得到牛肉面周边的这些产品 尤其是在电商的时代 牛肉面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 弥补乡愁的一种卫形 一种脑滋味 我们牛肉面姐不能够只是让我们这一些 老婆婆在那边自己在那边怀念自己的想象 而是要怎么把它传承给年轻人 藉由短影音 所以我们最潮牛肉面的这个短视频 接下来会经过今年二十届的这个争选 以后也就是要靠这一些 YouTuber啊或者是网红啊 能够把花年的牛肉面 把全世界各个角落的牛肉面 就是跟着牛肉面去旅行的概念 来行销台北国际的这个牛肉面节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突破性 也就是把牛肉面传承给新一代的这一些 年轻人让他们更懂得去珍惜 这一种特别累积时代 大时代背景所留下来的味道 其实牛肉面也许从我们小时候啊 那就是一个包括那时候学生时代 和大家的一样经验 不要没钱就喝就吃牛肉汤面对不对 然后呢不要有点经费就吃牛肉面 但当时那是一个平民的一般搭载 可以接触到的美食 但是经过这二十年来 我们这个牛肉面节 让它多了刚才陈宏讲 多了很多的想象 牛肉面真的是让我们多了很多的想象 它的专业化 精致化 各方面在我们整个的 在我们美味的提升 其实牛肉面就成为我们面对国际 很重要的一个品牌 一个迷片 所以今天呢 这个牛肉面节 带到现在二十年之代的部分有得奖的部分 就像刚隋梅姐讲的 哇 坐在那里头一样 比到那里头一样 哦 实在是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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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 就赶快想来参观 那今天除了我们的最牛厨人之外 最潮牛肉面的短影音 所有的民众 所有喜欢短影音 都可以跟着我们的成龙丹人一样 拍一段短影音 你就有机会来参加竞赛 让我们这个牛肉面节呢 更有大家的共同的参与 所以再次的二十年来 很不容易一千八百加次的参加 还有我们整个协会的大力的 在这样牛肉面节里面的付诸 我们再次的代表市政府感谢大家 市府为推广牛肉面产业 于2005年推动至今迈入第二十年 透过每年竞赛 让牛肉面店家不断的推出 独特美味的牛肉面 并朝向精致化 专业化经营 历年产生多位冠军 成功的将台北的牛肉面美食推向国际舞台 牛肉面节主要是要推广到国际 我们是由产业发展局来承担 我们要一路精湛将我们牛肉面的产业 推广到每个角落 台北市的牛肉面面 现在已经不是台北市的牛肉面 它已经变成国际女士的代表 我们用台北市的牛肉面搞外交 我们用牛肉面去做光光产业 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 那我们今天主要来介绍就是要 我们10月10号跟13号在我们的花博 有四天的比赛 那四天的比赛跟嘉年华会 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 最后的比赛的精神 我们牛肉业者就会提升我们自己的成长 而且是挑战自己 因为比赛是给自己成长最大的压力 所以经过比赛的店家 每家都能发光发乐 那得奖的店家一定要将你们得奖的作品 拿去做广告无限 这样子才能推广我们所有的产业文化 让我们也期待我们台北市牛肉面 协会能够真正的上 包括我们台北市的一些产业都可以 要上国际舞台 今年先始组将选出金牌银牌同牌奖 条理包组则严选前十名 还有最潮牛肉面特派员短营争选活动结果 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将在10月10号到10月13号 在台北花博公园长廊广场顺大举行 近时就能看到得奖好手展出的美味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为了要增进新著名专业技能 与席的一技之长 台北市中山区公所在今年新著名系列课程中 再度与职催达人张淑慧老师合作 开设香药草生活保养品的系列课程 并与中山老人住宅继服务中心合作 开办共学课程 提供银法族不同的课程体验 新著名学员用上课学做的按摩精油 为长者按摩肩膀 或是帮长者涂抹精油棒 热络的互动就像亲姐妹一样 课程中直催达人张淑慧老师 特别安排新著名与长者学员 共同制作一条根精油按摩棒 让新著名和长者可以帮自己或对方按摩 提振精神舒缓不适 也可以将制作好的成品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大家都觉得收获良多 按一下蛮舒服的 很轻松 按好很轻松 比较有精神 很享受 我是缅甸的新住民叫邱世瑜 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中山老人那个精油的活动 蛮有趣的 就是认识了这个姐姐 就是方根地 就是蛮有趣的 就是姐姐也很有趣 加入我很多生活上的小秘方 然后她那边 因为姐姐是浙江人 所以她也有跟我分享 看来她们家那边也有红色的薄荷 就是比香味更浓 可是我刚刚上完查了一下 是查不到这个 所以对那个很有兴趣 对 不是长辈吧 是姐妹 是蛮好玩的啦 是 就是对她们也 就是皮肤啊什么都包 姐姐很有保养 有一套 你看头发都比我黑 对 蛮好玩的啦 其实我第一次参加这种 山友方面的接触 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方面的啦 这蛮有趣的 之前想说化妆品很复杂 不是自己可以制作的 可是上了老师的课之后 发现说 只要加 这个加一点 那个加一点 是精油加精油 就可以很好的 有舒缓的效用啊 然后生活上面也蛮有帮助 然后也是自己用的嘛 所以就是那个不会 添加太多防腐剂啊 我是从中国过来的 然后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觉得非常好 就觉得可以学到 手作的乐趣 然后可以用在自己的时间上 跟家人时间 还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觉得非常好耶 我觉得老人家 看起来都非常健康 而且都很聪明 只要一教他就很快学会了 今天有做那个一条根 精油按摩棒 然后非常适合老少杰姨的一个 就是帮助舒缓 酸痛的一个产品 自己自己吧 自己会加人身上吧 就是如果有这个肌肉 酸痛的状况啊 或是蚊虫咬啊 还就可以想说 原来这个东西 就可以帮助我们 去除这些困扰 我是来自香港的 我已经来台湾五年了 然后呢 这次参加这个活动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然后可以跟老人家一起 我们又学习 也跟他们一起学习 非常有趣 听他们讲讲他们的故事 故事之后 会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 我们今天做了一支是 那个精油 然后呢 可以输完这个关节的痛啊 肌肉的痛的 然后还有 另外做了一些凝胶 可以用来按摩皮肤 也可以按摩头皮 因为老师教的那个配方 都有给我们 然后材料呢 也很容易买得到 然后自己做呢 就是无毒的东西 对家人 对自己的健康 都很有帮助 这次的课程 总共有20位 来自不同国家的 新住民学员参加 经过连续一周的紧密课程 让新住民培养出 熟练的手作技巧 并带着这几天累积的经验 在课程最后一天 来到中山老宅 与银法族学员 共同学习 透过共学课程 促进新住民 与长者的互动 因为我们区公所 除了希望能够加强 我们新住民朋友的 一些技能之外 也希望他们能够 多有社会参与 跟族群融合的机会 所以我们特别在 淑慧老师的协助下 跟我们中山老服中心 共同来办理这样的一个课程 一方面是在 紧凑的七天的课程之后 我们的新住民学员 可以到这边来 服务我们老人家 服务银法族 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他们 透过这样的参与模式 知道服务老人的乐趣 我们今天很开心 看到很多老人家 因为这样的学习 他们都希望能够 多开一些课程 让我们感觉到 新住民朋友融入期间 他不但有增加了社会参与感 他也觉得 他为老人家建立分立 会有族群融合的机会 对双方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都有不同的 因为香草要生活 保养跟精油 是淑慧老师 特别把每一种香草 跟精油的特性 做不同的分类 让学员知道 如果比如说 你是不好睡 你可以用薰衣草 比如说你有骨头三痛 你可以加一条根 用这些不同的特色 让同学可以依据 个人的需要 甚至他自己 回到他家乡去的时候 可以用这样的精油 也许也可以创业 这我们的希望 中山区公所 希望透过 共同参与手作课程 不仅为新住民 提供学习技能 与融入社区的机会 同时也增进 不同族群之间的 交流合作 体现社区内的 多元学习 与共融精神 记者林熙会 台北报导 台北市观传局 与有线电视公用频道协会 携手举办的台北游影三 影片征选活动开跑楼 民众可以多利用公用频道 分享自己的创作 参加影片征选 就有机会获得首奖 三万元的奖金 录选的作品 还可以在公用频道播出哦 因为打架热终于永远的童鱼 中正社大旗袍舞美女们 在台上优雅演出 为台北舞鸭碎影片 争选开跑节目 由台北市观传局 和有线电视公用频道协会 举办的影片争选活动 邀请民众拿起身边的手机 摄影机发挥创意 记录台北之美 交足终奖金 14万元的名额 让您的入选作品 在公用频道上播出 对于公用频道 我个人感情深厚 因为我的这个硕士论文 刚才有跟王老师报告 我就是写公用频道 我们公用频道是从2001年 4月15号开播 那当时其实也是为了落实 有线电视法跟媒体禁用前 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来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最主要的是 那时候大家这个频道支援 非常的稀少跟珍贵 那我们希望在台湾这样一个 当时这个媒体 台湾在媒体这个部分 是商业化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形 我们希望有一个 这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平台 能够让我们的市民能够自由的应用 以及发挥的创意 那当时我们跟有线电视系统有9家来沟通 当然这个频道的资源非常的珍贵 而且又要有线电视系统业者来出钱 违影他们是相当的为难 但是经过沟通之后啊 这个系统业者还是往大方向来看 那成立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公用频道 那当时的定频是在77 那经过这二十几年的努力 现在已经在第三频道 那其实是更前面 是更好说事 那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媒体的市场是大爆发 我们的传播科技啊 是日益的发展 加上AI的科技 我们现在的自媒体啊 其实非常的兴盛 媒体禁用这样的一个情形啊 其实存在在我们的社会啊 已经不是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 如何避免假信息啊 假信息变成媒体试读啊 这个部分就比较重要 但是不能因为这样 我们就把公用频道给 这个就当成不重要 我觉得各位先进 尤其是李市长 大家都是非常这个 这个有前卫的专家协着 我们应该来思考 如何让我们 这个CH3 公用频道 扮演更积极的资讯平台 让他的知晓度更好 我过去这个八年 在松山区当区长服务 我刚才有跟王老师报告 其实在社区在地方上 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其实有些活动 包括我们的礼啦 包括我们的公庙 包括我们社区大学 包括我们学校 每天都有很多的活动 但是这些活动 其实是没有什么平台 可以录出的啦 除非他们自己用他们的自媒体 那如果说做新闻的话 媒体记者大概 全国性的新闻媒体记者 对这个也没有兴趣 大概都是要靠有线电视系统 我的这些 非常辛苦的媒体记者朋友 他才愿意去做采访 所以未来我们的公用频道 应该如何跟地方 多加结合 如果在没有商业利益的考量之下 像有一些公庙的活动 其实都是非常盛大的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录出 而且能够做到有独特性 让民众愿意来收看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成功了 我们关恩旗当然都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公用频道 也期望跟公用频道 一起来努力 让他成为一个很积极的资讯平台 扩大参与族群 然后结盟NPO的禁用 对我来讲 其实刚刚副局长也跟我谈了 就是其实如何时 那个知名度要提高了 那要到地方上去耕耘 那我想我今年的工作目标 第一个就是扩大族群的参与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禁用 所以我们今年在那个奖项里面 特别设了一个乐龄创作奖 就是60岁以上老人家 只要你有提供影像 你就可以来参加比赛 只60岁跟60岁比 如果你得到奖的话 奖金1万块 所以我们这个老人家 影法族群是有地方的 那另外我们在推动的事情是 新住民也有机会来拿影像来拍摄 所以前两个礼拜 我去好多新住民团体 跟他们一起来做宣传短片 有讲越南语的 有讲泰国语的 希望他们能够也来用我们这个频道 那再来呢 我们要结合NPO的进用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开示了一系列 手机影像课程 是针对NPO的伙伴 请他们来上课 来用我们的资源学会拍摄 那我想经过这几个面向里面呢 我们特别要这个 让这个扩大出去 那另外我们跟社区大学的合作 也是从去年都开始了 那谢谢社区大学一次来支持 那今年呢我们一样有社区大学奖 那我刚跟刘相长也报告过了 今年要由社区大学来推荐 参赛者 然后之后我们也有个奖项 提供给社区大学 好不好 那希望进入这几个管道呢 能够让把我们公共用频道做得更好 把它做得更热络起来 活动旨在促进多元文化发展 鼓励民众落实媒体禁用权 除了影片征选 还有系列活动 如影像人才赔利课程 市民化新生 影片征选成果的陆续登场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由自信轮值主谱的基隆中元季迈入第170年 将在8月3号期展开各项的庆典与活动 今年由张廖简姓宗庆会担任主谱 副会首长和各姓氏宗庆会代表及多位市议员都共同参与开幕记者会 欢迎各地的民众一起来参加体验 为期一个月的基隆中元季 恭喜2024甲城基隆中元季现在正式开始 手持直角造型的吉祥话 在各界的祝福下 为期一个月的基隆中元季将在8月3号正式展开 市长谢果良 议长佟子伟和轮值主谱的张廖简姓宗庆会主委张通荣 理事长廖大明等宗庆会代表 共同宣布即将展开的各项庆典活动 今年市政府更推出中元季的全新主视觉 深具文化底蕴或各界肯定 我们这个设计以极致为核心 极祥的极 象征是繁荣昌盛 也代表着基隆的地理和文化的重要性 新主视觉融合了现代设计的理念 以及传统文化的元素 展现出基隆中元季的深厚底蕴 我要特别感谢主谱张廖简宗庆会 张通荣主委在内 以及各姓宗庆会宗长的辛勤付出 使得中元季得以星火相传 代代相成 那我们今年刚刚我特别也跟谢市长提到 今年的这个我们的主视觉设计的非常的好 应该给文化局一个掌声好不好 文化官方局 我们这主视觉结合了龙 竹谱坛 又拨杯杯了 这完全传承或是结合了我们的传统跟艺术 非常的厉害 每年的中元季 我们记得小时候在爱山路 庙口 大家都要拿板凳出来抢位置 慢一点点就看不到马车骑过去了 以前还会有真的马走过去 对我来说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小时候记忆 还有明星花入水 还会丢糖果 对不对 丢糖果如果没捡到 阿嬷说这文气不好要去唱 还去抢糖果 所以这对我们基隆人来说 基隆你们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 今年很难得 是我们基隆中元季的活动 一百七十年的从头开始 那我们也轮到了我们第一个 轮子的张廖检中心会 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廖大明理事长带领之下 全体的商量忍中心非常用心非常积极的投入 要将我们中元季办的如火如土的让国际都很了解 我为了这办办这些事情 我整天都要做十七天 我做十七天 为了我们这些大事做 所以就是我们办公室文化部 公安局还有外交部都很主流 海洋馆场很办很大 一碗虎子代表基隆年年有虎 一碗虎子代表我们基隆年上升 还有一个灯塔 每个人去光照耀全世界 还有一个长龙海洋 长龙集团也要赞助 心情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来到 嫁到基隆来 这一次是碰到第三次的张廖检信中心会来办主谱 我想每一次的心情都是不一样 它轮流一次要十五年 所以这样子可想而知我已经年纪多大了 其实我年纪不大 因为我的心情永远是十八岁 我觉得基隆办中原普渡 这个活动是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传承 它是代表着族群的融合 也代表着所有的人都对这个祖先 还有一些周遭的事物都非常的重视 那今年有特别邀请了我们一个简纸艺术家 来为中原季做了一个装置艺术 叫做团圆 也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年在中原季这个时间 都可以带走一份平安跟带走一份团圆 那之后我们也有在放水灯之前的三天 我们邀请六个企业来占卜我们基隆中原季 这也是第一次我们走出不一样的一个方式 希望中原季不是只有放水灯那一天 前三天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又吃又玩又来了解 中原季的一个祭祀活动 基隆中原季开幕记者会与都街舞团带来精彩的演出 现场贵宾云集 多位基隆市议员和立委林佩祥的秘书 与各区区长齐聚一堂 共同祝福这项传承百年的基隆中原季 顺利展开也欢迎各地游客的到来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营养化碳终结者 纳克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中结者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警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工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俗刑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